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枫叶厨艺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香辣山药 山药去皮 用四个青红尖椒 好,我们先把山药切一下 斜着把它切成片 差不多一厘米就可以 青红椒我们就切成条状 可用辣的,可用不辣的,随你腻 好,现在放在盘子里 我们用一个盘子放上土豆淀粉 把山药都蘸上淀粉 把它蘸匀 这样就可以了,锅里倒点油 好,现在翻个面儿 炸的有点焦黄了 目的是把它炸熟就可以 所以我们火也是中火偏上,不是很大 因为这个山药它比较是脆口的山药 不是很练 在煎山药的时间调一点料 一点皮线辣酱 一点生抽 再来一点蒸鱼豉油 再倒一点点水 倒一点点水 放一点盐 OK 现在基本上差不多 放在盘子里头 好,现在都捞出来了 换一个锅 再倒点油 青红椒放进去 青红椒放进去 把出香味儿 好,现在把我们的料汁倒进去 然后翻个盘子 然后快速 把料汁断匀 就可以出锅了 关火 装盘 美味健康鲜香微辣的山药就做好了 朋友如果您喜欢 请您关注我 我是枫叶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Biz Next Ma Good Appetit Chau Chau